这是一座坐落在东京大城市里 几千平方米的豪宅 人家一个小区 都没有这家人的房子大 让我们对里面的风采一探究竟吧 这天下班 崩巴想去太平家蹭饭 太平顺势邀请了旁边的阿里克斯 好吧 最后破于前辈的压力 阿里克斯还是来了 到家后 小麦表示 哥哥怎么又带新的男人回家了 而这个男人总觉得很眼熟 晚上老哥做了丰富的火锅 秋天是吃火锅最有食欲的季节了 而小麦和阿里克斯听到秋天 突然跟出了电一样 动画之秋 动画歌曲记差点就错过了呀 动画就是宅男的灵魂呐 阿里克斯一打开节目 就跟发了电一样 在别人家在歌在舞的 而这个男人的动作和气质 无法让小麦联想到辣个女人 得破案了 这跟希尔芬同款祖传同控 贴定是希尔芬他哥了 之后小麦和阿里克斯 都被同一个动画写了 小麦和阿里克斯 都是这部动画的粉丝 理所当然成为了同好 好家伙 你才是小麦他哥吧 别说兴趣了 连发色都一样 等到阿里克斯告别众人的时候 这俩货已经称呼兄道弟 直接称呼姓名了 第二天 小麦正讨耳朵爽的呢 老哥叮嘱他 用完一定要放回原位 小麦敷衍了一下 转头就随手放到地上不管了 结果第二天老哥起床 就一脚把耳勺给踩断了 没办法 准备下班买一个带回来 等小麦醒了 耳朵又痒了起来 可苦寻耳勺无果呀 这耳朵里边的耳垢 趁小麦没有挖耳勺 更是借此行风作浪 养得小麦满地打滚 直呼哥哥救命 老哥这边本来不紧不骂的 可崩巴告诉他 前一天掏完耳朵 今天会更痒 你老妹现在肯定很难受吧 老哥一下就急了 赶紧回家 回到家看到饱受折磨的小麦 帮巴从袋子里倒出N多种耳勺 为了想确定哪个好用 直接就买回了全部型号 每种掏耳勺 都有自己强大的功能 小麦靠在老哥的腿上 由老哥挨个试哪个好用 真是快乐似神仙呐 又是一天 化妆UMR的小麦 在游戏厅里想事情 希尔芬这时找到了他 想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等来到希尔芬家门口 小麦直接是买到了进大观园 完全看傻了 这几千平米的豪宅 搁谁谁不迷糊啊 成功人士巅峰住宅 风情庭院 作用临水美景 可来到阿里克斯的房间 一切就变了 在这么充满自然气息的地方 被动漫海报所围绕 这真是太棒了呀 来到这个地下图书室 更是尽享贵族至尊 在这么好的环境 希尔芬的目的 居然是想让UMR教他功课 要在考试里打败小麦 得 施麦长继以致麦呀 属实是让你一个正明白了 等到星期天 小麦已经四人跑来看电影 本来是准备先去吃饭的 可海老明缠爆米花 几人想看的各不相同 只有小麦觉得看啥都可以 于是决定 这次看大家喜闻乐见的 侦探王南科 一场电影下来 剧情姑且不提 切会是害怕黑暗 不敢看 海老明是饿得看不下去 因为近来发现爆米花咋没了 而希尔芬昨晚 改了一晚上魔法少女 今天是直接睡着了 只剩下小麦一个人 边推理 边看得津津有味的 这次看下来是决定的